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嘎巴烂族证明已经有十年 不过却有超过两千名以上居住在宜花东的嘎巴烂族人 碍于原住民族身份法 目前仍然无法取得原住民身份 周末假日民进党的火大列车抵达了屏东 有一千多位的民众参与喊出反马政府的口号 当中也看到了原住民族人在其中 有来自高雄的议诊团队前进到了台东海端乡的坎顶部落 进行议诊要为布农族人的健康把关 在台湾原住民十四族当中的嘎巴烂族 证明已经有十年了 不过有超过两千名以上居住在宜花东的嘎巴烂族人 无法取得原住民族的身份 我们进一步来了解 这个问题就卡在了原住民族身份法第二条中的第二款 有嘎巴烂族人就呼吁政府应该要赶紧修法 让还没有回复原住民身份的族人获得回复 嘎巴烂族人热闹庆祝复复明十周纪念在去年底 才刚结束不过对部分还未回复原住民族 嘎巴烂族身份的族人而言 辛酸点滴在心头 目前担任新社村村长的李文胜 曾致力于族群传承文化族语传承 担任过嘎巴烂族语编辑委员 以及族语教师还有族语评审等等 是土生土长的新社嘎巴烂族人 却不是敢发乱族人 亲哥哥他们的小孩子 还有我保护他们的小孩子 全部都是原住民 我为什么不能原住民 在我看法律很矛盾 我有到护证事务所申请 还没政府公文来也不通过 村长李文胜在民国84年 曾多次向护证事务所申请复明 并且陈勤 不过政府依照原住民族身份 认定第二条第二款给予拒绝 是因为当时政府在45年 46年然后48还有52年的时候 有开放说 可以去乡公所登记原住民身份 那如果在那段期间没有登记的话 就后来的资料 就有可能没有那个原住民身份 村长李文胜说 族人登记为原住民身份时 当时他还在当兵 因此没有登记 而亲属孩子都已经是 格马兰族人 就唯独自己无法回复 令他非常不解 他希望政府能予以修法 让格马兰族人回复身份 当过格马兰的这个评审去做 但是政府还是不给我 回复我的这个原住民的身份 所以我们就到燕敏华去 燕敏华说要立法 行政院说要立法 立法我们有哪去 没有立法到现在都没有立法 格马兰族复明十周年了 对还没有办法证明的族人 犹如没有身份 族人希望政府能够重视 族人的身份权益 记者法务华林峰彬 采访报道 年金问题竟然已发不少争议 总统马兰族今天在教育人员 年金改革座谈会中表示 在野党主张举行国事会议 讨论年金改革 他很愿意跟在野党的领袖 面对面的讨论 但不论国事论会议会不会开 最后还是要回到立法院讨论 而这两天同样已发争议的 劳保局健保局上千位的雇员 能否转任公务员 马总统只表示 他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为了改革教育人员年金制度 教育部从12月初开始 在各地举办座谈会 在台北市中山女中的最后一场 马总统也亲自到场 对于民进党希望举办 国事会议讨论年金问题 马总统说他愿意和民进党主义 苏文昌当面讨论这个问题 但他强调 不管开不开国事会议 最后议题还是要回到立法院来做讨论 苏主席还在主张开国事会议 我也一再地表示 我们很乐于跟在野的领袖 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到底还要不要开 以及他如果认为想开 要怎么开 美国最近碰到的财政悬崖的问题 欧巴马总统也是邀请 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领袖 到白宫来讨论 然后有了具体的共识之后呢 再送回到这个参议院跟众议院去讨论 马总统表示透过座谈会希望收集各界意见 这个月相关改革法案出炉后 也会再听听社会各界的看法 而这两天老保局健保局金融雇员转任公务员 引发行政和考试两院针锋相对 可能也需要马总统出面协调 雇员转公务员的问题 从头持续关心事件发展 行政院人事总助则说 会继续和考试院沟通 考试院则坚实不能破坏公平体制 如果争议无法解决 不排除提示线来做处理 记者张志雄 刘翰林 台北报道 民进党将在1月13号 在台北市举办人民火大游行的呛马活动 号召全国的民众站出来 主打的诉求除了要求政府救经济之外 也反对财团垄断媒体 而民进党原住民族事务部 也鼓励原住民族人 在1月13号当天走上街头 主要是要批评马政府 让原住民族的土地不断的流失 而这个周末 民进党的火大列车抵达了屏东 有一千多位的民众举牌参与 喊出反马政府的口号 当中也看到了原住民族人 穿着传统服饰呛马 屏东县副县长也是屏东县民进党党部 组委中嘉宾 站上了象征火大列车舞台 首先开场集呼口号 现场吸引了千位泄民呼其辉应 甚至家长带着小孩也绑上了火大布条 要一吐怨气 平东六日天气最高温 27度跟夏天没什么两样 烟阳高照天气炎热呼应了火大的主题 但是参与民众更加的踊跃 透过火大行动表达信中对马政府的不满 原住民族人也参与了这次的火大行动 尤其是在原住民 我们明明知道像我们原住民的土地 在净水鸡的部分 善游我们都在善游的部分 但是这个土地是白土地 但是我们也不能种这个 也不能养鸡养鸭 养猪都不行了 所以这个对原住民的生活来讲是非常严重的 水师啊 始终政府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到底有多火大 民众持着油价高涨 劳保不保的看牌 甚至挤满摊位就是要等着丢鞋土院 也用行动表达对政府施政的不满 记者RI屏東市采访报道 历经风灾受损 嘉义阿里山森林小火车 在去年年底风光复始 嘉义到逐期间的平地线 但没想到 昨天下午准备前往载客时 竟然在铁路边意外勾到一个大垃圾桶 连带撞上一名富人 造成轻伤 嘉义领馆处表示 这种意外实在非常的罕见 不排除因为是这个垃圾桶 太靠近铁道所导致的 未来将会厘清责任归属 森林小火车缓缓行事 即将进入嘉义车站载客 透过行车记录器看见 左前方的大型垃圾桥 疑似太靠近铁道 被小火车勾到 一路拖行十多公尺 先次将民宅后方的墙壁撞凹 也由于声响过大 让当时站在屋后洗碗的养性夫人 及时躲过一劫 又要跑进去 一刹那都来不及 我算还好啦 如果在洗衣机前面 这边我就扁了 幸好躲得够快没有大碍 不过看看一旁的洗衣机 可见充实力道不小 让太太也说住了好几十年 从没遇过这样的情况 上午我们列车进去嘉义站的时候 并没有这样的事情 下午在经过的时候 它是进嘉义站之前 在经过国发街的时候 因为有稍微的这个差状 所以司机它是无法去预测的 事情如何发生 在领管处还要厘清 同时也表示 根据铁路法的规定 铁道中心点以外的2.75公尺 不得有障碍物 以免影响行车安全 在铁路两旁2.75公尺范围内 原本它就是不能够允许 私人来设施器物的 或是私设什么样的场所 其实都是不允许的 去年12月23号 阿里山森林小货车 才风光复始 嘉义到竹崎站的平地线 没想到就发生 这起罕见的意外 嘉义领管处 除了赶紧致歉 厘清意外原因 各呼吁铁道两旁的民众 不要贪图一己的便利 造成难以想象的灾祸 记者嘉义最后报道 有来自高雄的议诊团队 前进到了台东海端乡的 坎顶部落进行议诊 要为布农族人的健康把关 这一次的议诊活动 包括超音波 推拿 中西医 以及剪头发 同时也对原乡部落 进行医疗方面的咨询 医师发现 原乡过量饮酒的情形 依然严重 随着这个时代的压力不强痛 可能年轻人 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他压力大 他可能就喜欢酗酒 用酒来麻醉自己 相对的 就变成生病 到时候就变成是 他又病了 他又不能赚钱 然后整个身体也搞垮 会把整个精力都搞垮 很可惜啊 因为打篮球 造成脊椎受伤的阿信 把握这次议诊活动 解决他脊椎侧弯 以及长短腿的问题 而另一位因为 车祸造成 左手无法停举的阿浪 也在议诊的推拿疗程下 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你平常走路会 就是觉得怪怪的 对 因为快掰开那样的感觉 很舒服 感觉好像回味道正常的感觉 尽管在一诊当中有了改善 不过推拿师还是建议 患者往后的附件工作 不要中断 因为他刚才的腰椎 就是看整个肌柱的话 有点侧弯嘛 长短脚 就是他的左脚比较短 我们透过整肌推拿 帮他腰椎挑开 这一支议诊团 共动员了70位的人员 前来台东海端 坎顶部落来进行议诊 要为原乡部落族人的健康 来把脉 6号共有超过100位以上的族人 前往 来看看中华职棒的消息 中华职棒大联盟上个球季的总冠军 Lamigo桃园队 在今天展开了春训 这一次球队还特别邀请球迷 一起从桃园高铁站 一路跑回桃园棒球场 而1月15号之后 球队就将移师到高雄的 澄清湖棒球场 进行第二阶段的春训 Lamigo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了 备仗状态 迎接新球季的到来 在桃园现场吴静阳鸣枪之后 Lamigo桃园队的球员 与上百位的球迷 开心地往前跑 为了迎接新球季 Lamigo桃园队正式开训 邀请球迷一起从桃园高铁站 一路跑回桃园棒球场 Lamigo桃园队在去年球季大丰收 除了拿下中华职棒队史 第二座的总冠军之后 也代表中华职棒参加 第六届亚洲职棒大赛拿下亚军 不过领队刘介廷在开训典礼当中表示 虽然去年总冠军令人高兴 但新的球季就要忘记 为了感谢球迷的支持 除了邀请球迷一起慢跑开训之外 也要将今年桃园队的六十场主场 全部规划在桃园棒球场主场 回馈在地的球迷 谢谢他们就是在这一两年 我们刚来桃园的时候 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 虽然第一年我们也没有拿到冠军 然后第二年我们也没有让桃园的 相信父老失望 然后拿一个总冠军 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 然后就是在地嘛 希望在地的球迷都可以出来 看我们桃园队的比赛 为我们加油 而二零三年的中华职棒 新球季在三月二十三日 就要登场 蓝米国桃园队开训之后 预计练四休一 一月十五日之后 将以示到高雄 澄清湖棒球场 进行第二阶段的春训 全体球员将进入备障状态 迎接新球季的到来 二零一三再创桃园 二十八 记者的立国马耀 桃园中立采访不到 蓝米国桃园队目前呢 有加入九位的新鞋 包括七位投手 内野手跟捕手各一位 特别加强投手的战力 由于其他的中职队伍呢 也都陆续展开春训 加上原本游是新龙牛 摇身变为一大犀牛之后 许多旅外的选手 也都纷纷回笼加入 新球季要寻求未免 蓝米国桃园队 势必要更努力 中华之邦今年迈向 第二十四个新球季 各队都陆续展开了春训 而去年的总冠军队 蓝米国桃园队 也加入了九位新鞋 包括七位投手 内野手与捕手各一位 总教练表示 由于去年在投手战力 相较其他队伍较弱的情况之下 今年就特别补强了 投手的战力 去年我们的本土投手战力 是我们比较弱的一环 所以我们今年在投手 这一方面就是 加强了一些 当然以一个连霸的球队 要来寻求未免 当然今年在实力方面 当然要更加的充实 我想我对我们这一队的 攻击能力 我想我很有信心 至于投手这一方面 就是我们不禁的几位投手进来 就要看我们进行的 全训看情况怎么样 总教练对于队上的打击 战力依旧有信心 不过在许多旅外选手 纷纷回笼加入 其他队伍补强也不分上下 加上一大犀牛的新陈军 蓝米国桃园队老将 对于今年战力的补强 都认为很有看头 旅外的慢慢陆陆续续的回来 然后也增加了很多 不一样的话题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中华职方 是有利的 而且有未来的发展 一大进来以后 我觉得给我们职棒 大的冲结 就是这么大财团都愿意投入 然后来支持棒球的话 那我也希望说 外界各就是比一大 更好的期待可以 慢慢的投入中华翅膀 让台湾的帮球更好 比赛也是林场上面的状况吧 那就看谁表现得好 然后春训准备得好 然后各自努力吧 我觉得都还好 对于旅外球员的回笼 以及企业的投入 球员都给予正面的评价 而面对更为艰难的新球季 蓝米国桃园队要寻求 未免势必要更加的努力 记者 桃园中立采访报道 目前中国观光客 到花东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 为了抓住这个商机 在台东市就有原住民族人 合力投资开了一间餐厅 主打阿美族的风味餐 就是希望游客上门消费 由于中国观光客每天都有 两百多辆的浏览车进入台东 台东除了具有规模的饭店 以及餐厅可以接受大批的游客之外 原住民在这一块市场竞争有限 因此 业者推出阿美族的传统风味餐 来吸引游客 一盘盘的属于阿美族传统风味餐菜色 几乎都是以阿美族的海鲜类采集的海菜 还有野菜为主食 再加上一部分的肉类来搭配 业者表示 主要是来吸引中国的观光客 这一家餐厅才合伙经营 合伙人约有十位 都是阿美族 餐厅也以阿美族的欢迎语言来命名 也加入投资的立委廖国栋表示 目的就是要让中国观光客 了解阿美族的文创内涵 非常多的我们路客到了台湾 他们不是观看风景 不是观看什么 而是要了解台湾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所以我们这次完全用原住民的模式 跟内容 用漂流木 甚至用雕刻 用图案 把这个饭店 不是这个餐厅 撑起来以后 已经引起很大的一个震撼 最近两年来 前来台东的中国观光客不断增加 目前平均一天就有200辆的油烂车 进入台东 如今也有主人加入观光大饼的竞争行列 记者卡通的VIA 古老师台东 采访报道 台北山海艺术团成立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 并且也有多次到海外表演的经验 创团的创始人 阿美族的田春枝在今天分享了他的心路历程 台北山舞艺术团有过多次到国外表演 宣扬原住民文化的经验 由阿美族的田春枝在民国79年创团到现在已经超过22年了 历经多次挫折 经费缺乏 舞场地练舞 包括团员们的向心力不足 也都不熄灭田春枝坚持经营艺术团的热血 团员之间的不和谐还是什么 所以有一些挫折 所以说啊 干脆不要算了 可是想一想已经辛苦那么一大半的岁月 所以也投入自己的青春在这个舞团上 所以还是坚持的让他活下去 田春枝来到原住民风卫馆 分享经营山舞艺术团的心路历程 也让现场本身也是从事艺术工作的听众很感动 也对田春枝感到很敬佩 我一直认为文化的传承很重要 那因为有时候社会的变迁 那有些很美好的文化 因为那个环境的改变 有些人都把它遗忘掉了 可是我这个活力跟心还是存在的 在我心中燃烧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团员能够跟我一起 再走完这个旅程 上舞艺术团不能停下自己的脚步 一定要跳下去 然后要跳出去 已经超过60岁的田春枝 前阵子身体状况不佳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力也有限 但田春枝依然强调身体病了 但艺术团没有病 上舞艺术团的目标会永续且传承 透过歌舞呈现让世界看到台湾原住民文化的和谐之美 与真 记者阿布斯五六台北市采访报导 原住民族电视台制作一个寻母的节目 带着一位有泰亚族血统13岁的小妹妹 前往千里达找自己的母亲 老照片上 可爱的小女娃在妈妈的怀里 模样相当可爱 这位小女孩是两年前 一位原来在泰安乡温水国小忌妒的千里达籍 11岁女童李亦农 一直以来都没有户籍 身份特殊 父亲是苗栗泰安乡的泰亚族 母亲是千里达籍的 父母亲在千里达生下两女一男 但是在千里达结婚时 没有经过国住外单位认证 无法登记结婚 后来李亦农跟着姨婆到了台湾 一住就住到现在 对母亲没有印象 只能借由老照片思念母亲 我是带着很开心的心情 然后见到她以后 刚开始觉得陌生 可是久了以后就觉得还蛮温暖的 带我们去游泳 然后带我们去买东西 我差点不要回来了 现在原住民族电视台 公共电视台 以及客家电视台 制作了一个到外婆家放寒假 万里寻墓的节目 李亦农跟着妈妈到处游玩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 跟着妈妈在车上沿路看风景 近距离的接触 让李亦农感到很温暖 节目制作人说 看到李亦农已经13岁 就读国中了 一直都没有见过亲生母亲 就有节目让李亦农和家人团聚 在台湾的婚姻学越来越多 那其实要彼此的了解 然后除了说她有这样子的 等于是她是双重身份 双重身份的孩子 然后也要了解到她的 可能是她的母亲 或者是她的父亲 他们的母国是什么样子 是彼此一个了解 然后彼此 也可以彼此欣赏的一个机会 李亦农说 以后长大有机会 一定会在出国自己找妈妈 哥哥姐姐 也很感谢电视台的帮助 给她这个难得的机会 到千里达找母亲 节目也即将在寒假时段播出 记者还能算 下一条元大元采访不到 来关心天气 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好天气直到明天了 因为周二也就是八号的时候 将有新一波封面通过 到时候天气又将变得很不稳定 另外到了周四也就是十号 另一波冷气团会报道 各地的温度会下降 加上水气多 天气会转变成更加湿冷 民众记得添加衣物 也要期待语句 接着来看详细的上海气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相关的新闻题材 要提供给原市 或者是对新闻内容有任何的建议 欢迎拨打原市的客服专线 0800-211-000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老外福多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儿 来说明镜与点栏目 咨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要啦 這家人家比較安全啦 我們如果不出事啦 不出事是你好運 好運也有扣打 真是關心朋友 都要向上扶持和提示 喝酒千萬不能開車跟塞車 可能有新規定 自10000年一月一月開始 無價值協助拿到價值無花兩年 以及建業家屬員家屬車量時 喝酒類的飲料 問貴所含的酒精濃度 不能超過米公升零點融合客 尤其喝酒就不要塞車啦 唉...不知道現在規定等紅燈 不能使用手機喔 唉...小溪 專心開車 好啦好啦 不是叫你專心開車嗎 像這樣多危險啊 而且現在不管開車還是等紅燈時 都不能使用手機跟車嗎